今天凌晨,一架第三轮比赛全部结束,几场焦点战中,纳布勒斯克场云比赛惨败给桑普多利亚,遭到新赛季手办,佛罗伦大主场一比林击败乌迪内斯,取得两连胜,是尤恩之外唯一全胜的球队上赛一场,拉起奥主场一比林击败乌迪内斯,取得两连胜,是尤恩之外唯一全胜的球队上赛一场,拉起奥主场一比林击败乌迪内斯,取得两连胜,取得两连胜,是尤恩之外唯一全胜的球队上� 佛罗基诺内,结束开局两连胜,桑普多利亚主场三比林完胜那布勒斯,得弗雷尔上半场左右开弓上演没开二度,第七十五分钟,老腰夸利亚雷拉接被雷辛斯基的传球,在景区内上演精彩的蝎子白尾将球打进此角,将比分锁定位三比零,桑普多利亚取得新赛尽首胜,那布勒斯遭到安切落地上任后的手办,其他比赛中, 佛罗伦萨主场一比林击败乌迪内斯,本安斯一却定义,拉齐奥主场一比林击败佛罗西诺内,阿尔贝托打进唯一入球,萨索罗出场五比三击败热内亚,继续保持不败,都领一比零小胜斯帕尔,切罗与恩波利互交白卷,亚特兰大主场云比一输给卡利亚里,目前在积分榜上,未免冠军迎文图斯取得三连胜领讨, 从赛季一开始就拉开差距,萨索罗及七分紧随其后,佛罗伦萨,斯帕尔和纳布勒斯同击六分,但轮取得首胜了米兰双雄,目前未兴击分榜中有位置。